第四集 恰恰 事實抵贊 我覺得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我們現在的家裡有光纖嗎? 沒有 你有沒有光纖? 我剛剛裝了光纖 是不是快很多的? 是快很多 尤其你玩遊戲機就知道了 你玩遊戲是連線的 跟其他玩家對戰 如果你用普通的不太好的Wi-Fi 踢一下踢一下球 那個人會很疼的 我多年就是為了玩Call of Duty 就是乾淨任務 沒錯 不可以輸 真的輸 因為不是輸技術 是輸了自己的武器 輸了自己的光纖 這樣就不值得 你說不打網絡遊戲嗎? 喜歡玩的 你現在喜歡看什麼 上網看電視 是的 這個是 到當時推這件事 最多人用的原因 就是打機 因為正所謂不能輸 因為真的差很遠 但是到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你所有的東西都是 比如說播放在網上 是立即做的 你不是下載下來才看 很多人都是保持著看 如果你保持著看 它不夠快便會輸 就是在看星星 這些星星這麼慢 就是韓文說的那一刻 你就很不滿 要留窗 要留窗 所有要求都不同了 今天我們稱讚什麼呢? 當然都是稱讚光纖 有份稱讚光纖 因為原來昨天 就是創業培育計劃畢業典禮 其中有一對畢業生 真厲害 這兩位仁慶 就是三人光學製造有限公司的技術 總監陳禮賢 和他的經理劉兆輝 他們研究到光纖 可以怎樣把它發動來搞 可以生長 可以生長 為甚麼呢? 其實光纖 譬如你一幢大廈 它為甚麼叫光纖入屋呢? 它真的要把光纖放進你家裡 它不可以說有一條光纖 在一個區域大家分離用 但它這個技術呢 就可以有一條光纖 可以分給不同的大廈 譬如我今天住在A座 你住在B座 你住在C座 我們就不需要三條光纖入屋 它有一條線 打通 好像WiFi分享那樣 分享給你們 變成我有一條光纖 就可以令大家都可以用到 這個科技呢 是全世界來講的 手藏 手藏 那一刻厲害 那一刻真的抵制 這些才是香港自罪 因為之前很簡單 譬如我住了一層樓 有的 一向都是那一層樓 但剛好你建了一層新樓 你沒有的 你們那邊沒有的 那要等鋪 先等鋪 鋪線這件事經常有 譬如以前 我通常打機都會問 喂 你這間公司哪些線 我不開了 總之那間公司出名快 你這間公司何時鋪到來 他就說 走來吧 等多半年 我一等就還有一天 馬上打電話 但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它已經鋪了進去 它可以在你那裡再拋一條出來 插進去你那裡 就好像是拖板一樣 是的 就不是限死一個插鬆 這樣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些科學的東西 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去明白 變成一條線 就可以很多人用 那你就馬上有 你住在旁邊 你就可以馬上打機 一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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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令你很爽 而且我想成本一定是 是的 因為你要鋪線 鋪一次 不是不用這樣 你乾脆 我 你 你 開動